优伦七里 随到年间 赏了板里的欺人理员吧 也就你这意思了 叫什么叫 时间到了 你要吃香灰了 别急别急 到时候香灰有我的一半 也有你的一半 姓林呢 我叫血印 出了吗 轮到咱们俩了 香灰你吃定了 我的刺魔剑 已经饥渴难耐了 这是什么 短剑 是的 这就叫做短剑 短剑叫短剑 是因为短剑比长剑短 你能听懂吗 你在说什么废话 我怕你那信和大小的脑子 连分辨武器的能力都不具备 那我岂不是胜之不武啊 想激怒我 我可以给你一次机会 换回你那柄得剑 否则 这短短的小剑 撑不住我一招 说得好 它就一招吧 你说什么 一招不能败你 我当场认输 小子 不管你是谁 敢在我面前这么狂 你都死定了 我会让你知道 什么叫做井底之蛙 数目寸光 什么叫做坐井观天 自讨苦吃 别报菜名了 没人跟你上菜 好 血焰不愧是阴城的少年天才 一出手便将珠水剑法中杀意最强的一招 水漫珠天完整地呈下了出来 灵北尘队吧 你下手太重了 你 呼吸也变得困难了 内骨让我压断了 现在我停跳了 再这样下去 岂不上为了人类的幸福 常灵在这鲜花盛开的云梦城了 你看 没事了 嗯 什么意思 姐 林北尘 我劝你最好想清楚 不要欺人太甚 更不要随随便便得罪你得罪不起的人 为了推演一个杀招 耗费了平时四倍的手机点亮 至少得让我痛快一拍 我手都酸了 辱而不起吗 你之所以能赢 只是因为限于这一次考试的规则 我无法发挥真正的实力 若是真正放开手脚的正面战斗 我有一万种办法 让你死无葬身之地 姐 开个价吧 什么条件 可以将剑还赎给我 钱真的买我乐意 多少钱都不行 小友 得饶人畜且饶人 第一 我不叫小友 我叫林北辰 第二 饶人可以 饶他不行 谁说情也没用 曹破天 借他来 我劝你最好不要变卖他 好好保护他 因为我很快 就会重新将他赢回来 我 这大哥真敢干 毕竟是他的剑 怎么处置也是随意 林北辰是在帮我报断剑之仇吗 你 我怎么了 我爽啊 看到你尊严扫地 人生失败 失去信心 我就爽 看你七个半死 又无计可失的可怜相 我就爽 曹破天 你是螳螂 我是黄雀 我是专门来课你的 怎么样 是不是有委屈哭了 数要比 人可不一定要理 想哭就哭吧 我会尽量笑得小声一点 林北辰 别以为就这样算了 你等着吧 我说算了就是算了 海老人 你说对不对 这场比赛已经了结 可以宣布结果了吧 是的 众人的私事稍后在意 我来宣布比赛的结果 我宣布 最终的获胜者 是林北辰同学 小家伙 恭喜你 在你的身上 老夫看到了无限的可能 你推演出来的珠水剑法 隐藏杀招逆水寒 也让老夫感觉到惊艳 客气客气 前辈没有赞了 虽然我天赋无双 英俊潇洒 玉树临风 英姿伟岸 聪明活泼 人见人爱 但能够修炼前辈独创的剑术 推演杀招 是我人生中的一点小确幸 林北辰 你主动入场 打断我们的笔剑 等同于主动向我挑战 按照规则 现在你不能再以任何理由 离开笔舞台了 我离开了 你 我又回来了 小掌我身上 你管得了吗 你现在拒绝笔事 等同于破坏事件制约的规矩 不但要取消你前两个环节的成绩 还要收回你得到的奖励 三柄剑和墨率指环 才怕 这家伙说的规则是真的 还是他为了跟我决斗瞎编呢 规则确实是这样的 看来我没有其他的选择了 你终于有胆量和我一战了 其实 我本来只想低调做人 出风头不是我的性格 可是 你为什么非要逼我呢 出手吧 我怕我先出手的话 忍不住一招就打死你 看来我只好记住我真正的大杀器了 小金小金 BGM在他大眼里运行恶龙咆哮 如果你所谓的大杀器 就是这种不知所谓的歌曲的话 那我就要让你 恶龙咆哮 干吧 我不能推 我的对手是林北辰 不是龙王 这是精神力战绩 一句悬息 一句悬息 破除精神力 就现在 好的 主人 该死 怎么回事 竟然毫无助力感 好像斩中了空气了 为什么 怎么可能 同时出现在两个地方 胜负已分了 林北辰 你没事吧 凭他白海浅 还伤不到我 大小姐 可不像这样占我便宜啊 我救了你的命 你就是这样对待救命恩人的吗 好吧 你愿意抱也是可以 就是你爹娘的眼睛 可是要冒出火来了 光天跨日 朗朗乾坤 你这个混蛋 竟然把我一直都想跟人不敢干的事情 付出行动 是要和我争抢 云梦城第一纹库的宝座吗 小勇 何必采取极端 也许你误会了我儿子 他还只是个单纯善良的孩子 爹 别跟他废话 就是他 就是这个星链打上的我 星链的 星链的 误会 真的吗 你看看那边被赵舞阳射伤的人是谁 这 这不是我的二夫人和孩子吗 林公子 你看你 吓了我一跳 幸好这是我的二夫人和孩子 小意思 也不是你的二夫人和孩子就好 好家伙 这都能小意思 林公子 你就是丁三十大师的高徒 林北辰吧 是又怎么样 你虽然不认识老夫 但是老夫对你却早有耳闻哪 老夫虽说没有武道天赋 但对武道巅峰的大师 那是十二分的景仰 丁大师战胜白海琴 对明家和洛家两大家族李威 老夫唯有尊重敬佩 丁大师的弟子 也必然是武学奇才 胸怀坦荡 大度能荣之人 敢问犬子 是什么地方得罪了林公子呢 怕我师父报复直说就行 我这种顽固子弟 不爱听废话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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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考虑不受了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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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死了 我要死了 你们家互相残杀与我无关 我为的是他伤害我朋友的事情 哎 叫你乱来 嘿嘿 灵公子 你放心 您那位朋友的伤势 我去请建制主君神殿的祭祀治疗 保证治好 不留一点后遗症的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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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你打我 闭嘴 嘿嘿 哎 林公子 你看这样 我去给你朋友亲自道歉 再送上补偿 如何 哼 亲自道歉就免了 如果被我知道 你们敢继续暗中对付我的朋友 这么大的嘉义 这么多的赵家人 办起丧事来 哭丧的得从府上 派到建制主君神殿了吧 哎 哎 亲 我的臂弩 哎 哎 哎 林公子 哎 哎 林公子等等 哎 哼 哼 怎么 还想把臂弩抢回去 哎 哎 哎 小友说笑了 我是怕你臂弩没有绣线 那都不自在啊 嘿嘿 嗯 哼 哎 哎 这 还有点小心意 就当您跑一趟的辛苦费了 哼 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 哼 还挺沉 一大笔钱啊 嗯 嗯 嗯 我可不是那种见钱眼开的人啊 这个 下不为例啊 李同学 爹 他问我 嘿嘿嘿 哎哎哎 你 离我远点啊 爹啊 咱就这么 放他走了 哼 你小子还敢说 你知道他是否是什么人吗 那可是白韵城大师 都能轻松打败的剑仙 到时候把我们赵家灭门了怎么办 啊 我可告诉你啊 以后躲着他走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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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土腥味 王忠 再捞一条鱼上来 这鱼刚才调戏我 本少爷要捉他久足 嘿嘿嘿 少爷想吃烤鱼 别说再捞一条 就是再捞个一百条也没问题啊 这些龙林锦鲤 虽然一条价值一枚金币 但是只要少爷想吃的话 又算得了什么呢 啊 你说什么 呃 我说只要少爷想吃 再捞个一百条也没问题 嗯 不是 前一句是啥 哦 哦 这些龙林锦鲤 一条价值一枚金币 哎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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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个狗东西 卖这么贵的鱼放在池子里 奢侈浪费 铺张无度 啊 少爷少爷 别打了 把烤鱼打掉了 购贵了 嗯 立刻 马上 把这些鱼给我捞出来卖了去 嘿嘿嘿 得嘞 嗯 嗯 王忠 卖鱼的金币 可得上交少爷我啊 少了一个字都不行 嗯 是 那是当然了 嘿嘿 王忠 池子里的鱼 一共能卖多少钱啊 嗯 哦 少爷 二十三条鱼 就二十三倍金币 哎呀 哎呀 坐吃山空不是长久之奇 还是得想办法赚钱啊 呃 少爷 您在想什么呢 我在想啊 我要认真地参加交扬争霸赛 拔得头丑 赢取奖金 哦 真没想到 有赵一日能从少爷你的嘴里 听到这样上街的人话 我王忠实在是太感动了 这是夸我还是骂我啊 撈你的鱼吧 啊 林同学 打扰了 哼 这不是韩学长啊 哎呦 你看 你来就来呗 还带了东西 多不好意思啊 这是学院的奖励 参加交洋争霸赛的学生都有 我顺路帮你带过来 哦 多谢 学院的审美还真不错 林北辰 你又在这儿胡闹 天地良心啊 我这么半天 可是一句话也没说法 真是口渴喝点东西 我刚才讲的 你听见了吗 哦 那是当然 北荒山的猛兽叫龙蛇兰 北荒山的药草是冰狼还是什么 韩冰狼 我记得不清楚不要紧 白师妹记得就好了 白师妹 你来说 白师妹 白师妹 林北辰 你有战斗计划吗 什么 你想回家 我是问 你有战斗计划吗 忙着打架呢 能有时间吃西瓜啊 你 我没说西瓜 我问的是 战斗计划 小白 我跟你开玩笑呢 都走到这里了 要说计划 那就是 先看看这群短尾巴耗子 有多大的本事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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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